在哪裡 那就是姓名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資料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自動幫你把這個抓過來 那其他資料怎麼辦呢 一樣Ctrl C 對不對 然後取消一下 在這邊的話 把它Ctrl V貼上 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位置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總銷量 打勾一下 其他就有沒有總銷量出來了 那其他名次跟這個優水準都一樣 最後把它自重一下 把它自重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當我輸入比如006的話 Enter會怎麼樣 他會把006的資料帶過來 當我輸入007的時候呢 他會把007的資料帶過來 不過呢 這個地方可能還有一點小缺點 就是說第一個 最好這邊 可以把它改成下拉式清單 對不對 下拉自動可以 去查到編號 那更好 第二的話 一般我這個範圍 我比較習慣 因為將來可能這個資料 跟查詢界面 兩個是分開來 所以 將來可能會出現什麼 在別的工作表的什麼位置 我講過 我的習慣 如果是一個範圍 我大部分都會把它給它一個名稱 用名稱 來代替什麼 代替這個範圍 所以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lookup 第一個我會希望說 把 把這一個範圍 分別 編號 對應底下 姓名對應底下 有什麼方式最快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整個範圍選起來 利用公式裡面 有一個叫做什麼 從選取範圍建立 然後 它會自動幫我 怎麼樣 記得 這裡面的話 頂端列打勾 也就是說 我把 這個範圍 選起來 那這個範圍裡面的 頂端列 就是我的名稱 來源 所以它會怎麼樣呢 把這幾個名稱 怎麼樣 頂端列 按確定之後 會幫我建立一個個 一個個的 這個範圍 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可以到名稱管理員找一下 這個時候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建立 編號 它對應的就是這個 那就是指的是這個範圍 然後自動建立姓名 建立總銷量 那如果將來我要快速的去做完這件事的話 通常我會這樣 也是一樣 差別就是說 把 這一個 剛剛我們是 用選取那個範圍 按F3 用什麼 用這個名稱 來代替這個範圍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不是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也適用 反正我也不管說要放哪裡 因為有的時候要切來切去 工作表一堆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在哪裡 按一個F3就好了 它就可以知道說你的編號是對應到這個 那你的這個什麼 剛剛這個F3 姓名 我可以就找到 那這樣來的話 這個地方也是這樣 這也就是其他就用F3 F3來代替 那不過 最後呢 請你把這個範圍剪下來 因為通常資料 跟查詢界面 是分開來的 所以你再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它搬到前面好了 這個名稱 也許我們叫查詢界面好了 把這個地方 就是查詢界面 跟那個資料 跟那個資料 把它分開來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叫查詢界面 OK 然後把它 隔一列一欄好了 放在 B1 B2好了 OK 那把這個 剛剛這一個範圍 把它剪下 然後移到前面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 OK 稍微調一下 寬度 當然 如果你今天 用名稱的話 反正無論它是 在哪個地方 都 不會影響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那個 那個範圍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加上那個 工作表名稱 不過 理論上比起來 我覺得 上一個方式 當然會比較好一些些 OK 那請各位 先試一下 主要有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 我們把這個 你做完之後 剪過來 用那個lookup函數 試試看 另外就是說 那個名稱定義 特別注意 我是把 上面的藍位名稱一起選 然後在 從選取範圍建立 記得 因為名稱是頂端列 所以它會自動把編號 一個範圍 姓名一個範圍 OK 畫面先換給錄一下 試一下 主要就是說 我今天 要根據編號 去找其他 欄位的資料 那我們第一個 可以用那個lookup函數 來 達到 就是查詢資料的目的 那第二個 也許我們可以用 view函數 如果是縱向的資料的話 可以用那個 view函數 然後 還有像什麼 如果你會用 match 加index 你也可以試試看 match 加index 不過match加index 那複雜度 那複雜度一定會比 單一個 view函數 來得更複雜 可是你會想說 老師 如果view函數可以深圳的話 幹嘛要 match加index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view函數 它有很大的問題 它查詢的時候呢 只能查 第1欄 它不能查第2欄 不能查第1欄以外的欄 那怎麼辦 就麻煩了 所以如果說你的 查詢的欄 不是在第1欄的話 同樣也許你就是需要用 別的方法去查 一般可能 彈性比較大的 大概就是match加index 那這個怎麼做 我想我們等一下會繼續來跟各位做說明 這些都函數方法 後面當然我們可以利用像其他的 更進階也許就是用vba vba怎麼樣去做查詢 資料 反正這些都是幫我找到我要的資料 找到之後 比如說根據編號 再去 根據編號去找到其他欄的資料 這個概念 其實跟資料庫 是一致的 資料庫大概也是大概類似的 用途 只不過當然資料庫 可以做的 相對的更複雜一些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打開那個 尋找與參照這個範例 然後並且把那個 就是查詢的部分 減下貼到 b2儲存格 然後等於是 做個練習 我們就是把查詢界面跟資料 把它做一個分開 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 用名稱的方式 建立以後的話 我建議 以後用f3 名稱建立好 以後 透過f3 就可以取用你的那個 對應的那個 那個範圍 這個其實跟資料庫也蠻像 一般資料庫都會建 小的 對照表 table 一樣可以去連結 這個設計方法跟資料庫 是相通的 所以你 這個 這個也是 從以前 設計那個大型的那種 資料庫 把它轉換到 後來我發現 他這裡面好像全部都可以 一次 都可以完全match 那當然 間接的你就可以